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节目也在手机江西台同步播出 节目开始我们来说一说电子商务法 这个电子商务法是咱们国家电商领域首部综合性的法律 那非常的重要 目前这部法律已经实施一个多月了 那么效果究竟如何呢 最近新华社人民日报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关注 咱们也来了解一下 这记者调查就发现 虽然大多数电商平台都在向合法合规看齐 但是呢在具体的过程当中 还是有人呢在打插边球 你比如啊 有的旅游平台依然存在搭售的问题 咱举个例子啊 当你在线买票的时候 你点击这个预定的按钮之后呢 它弹出一个接送鸡券包 这个页面 这个页面你要不仔细看啊 很容易点击这个按钮 你看啊 这按钮上的字呢 不但字体够大 颜色也很醒目 一旦点了它呀 你需要交38块钱的服务费 如果你问能不能不需要 可以 这个按钮旁边有一个不需要的按钮 但是您瞧瞧 这个按钮的颜色不仅不显眼 而且呢字还非常小 那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呢 说白了 就是故意让你产生一个错觉 影响到你的判断 从而呢 无形当中引导你购买这服务 这种搭售的插边球 还有点技术含量 那接下来我们要说到这个砍单 那纯粹就是耍赖 说有消费者啊 买到了便宜的东西 但是呢这电商经营者 就以商品缺货呀 系统出错呀 订单异常啊 等等理由啊 单方面取消这订单 或者呢就一直拖不发货 让消费者的权益呢 受到不同程度的侵害 你看上个月 北京处罚了四家 存在类似问题的电商平台 另外还有一个老大男的问题啊 那就是阿选一 什么叫阿选一啊 就商家只能选择 进驻一家平台 也就是你在我这里开的店 你就不能到别家开店了 这其实呢 是属于不正当竞争啊 你想某外卖平台 在电子商务法实施之后 依然还要强行要求 录注商家 你只能阿选一啊 前不久 海口市工商部门 就对这家平台呢 进行了立案调查 最后我们还要说一说这个微商啊 目前仍然有不少的微商啊 持这个观望的态度啊 他没有按照要求 注册公司取得营业执照 相关部门就说了 接下来将重点整治 微商的问题 总体来说吧 电子商务法 它起到的效果呢 还是比较明显的 但是呢 另行禁止 还需要落细落实 我们就希望啊 这法律呢 能够进一步发挥它的作用 所以让咱这个网购 变得更规范 更安全 好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 手机号码泄露 话说几个月前呢 北京一位张先生 他手机号码呢 被泄露了 每天上百号人 给他打电话 什么短信啊 微信好友申请啊 是源源不断 这就给他的生活呀 工作呀 带来极大的不便 最后啊 都不得不关机 对此呢 张先生很气愤呢 去调查这个原因 结果发现呢 原来是一部电视剧 泄露了他的手机号码 我们来看看这个照片 剧照 这个下面的字幕显示的呢 原本就是张先生的手机号码 这个电视剧播出的时候啊 这个号码是没有打这个 马赛克的啊 知道原因后 张先生找到这电视剧的负责人 讨要一个说法 对方就解释了 这号码呀 是他们剧组人员到营业厅购买的 电视剧拍完后就停用了 不过张先生说呀 这号码我2012年就买了 一直用到今天呢 营业厅不可能卖给别人 对方很有可能是说谎啊 前不久张先生把这个电视剧的出品方 就告上了法庭 因为剧组没有能够提供证据 法庭对于剧组人员购买手机号码 这个说法呀 没有采用 没有采信啊 法官说了 按照相关规定 在影视剧制作上啊 如果没有特殊情况 应当对手机号码等特定信息画面 进行技术处理 以避免打扰到公民的私人生活 这部电视剧没有尽到审慎注意的义务 已经构成对张先生隐私权的侵害 最终张先生依法获得了3.5万元的赔偿 那至此呢 这个案件算是告一段落 不过呢 关于他这个讨论并没有结束 有专家就说了 这起案件具有典型的司法意义 因为眼下个人信息泄漏啊 十分的严重 虽然这几年 相关部门一直在努力打击这种违法行为 但效果呀 并不尽如人意 一方面 因为处罚力度比较弱 很难对泄漏者形成正设 另外呢 就是一些个被泄漏的人 怕麻烦 往往选择呢 放弃维权 这就助长了泄漏者的胆量 试想 如果有越来越多像张先生这样啊 敢于维权 真正维权 那么个人信息泄漏 势必大大减少 手机号码被泄漏 男子状告电视剧 要我说呀 保护隐私 就该这样霸气外露 好 继续回来 节目就有媒体报道 说武汉这个何先生啊 陷入到了一段蹊跷的遭遇啊 一个白富美 把他拉入到了一个微信群 在这个群聊当中啊 不断有分析师 精算师 发送赚钱的消息 这何先生行动啊 把全部集训呢 都拿出来投资 最终血本无归 那群主呢 就把这何先生 踢出了群 最近武汉警方 破获了这个案件啊 警方表示啊 在何先生遭遇 骗局的背后 暗藏着买卖 微信号的利益店 记者呢 在网上搜啊 就发现呢 多家微信买卖平台 这些个商家呢 给微信号 还进行了一个 比较细的分类啊 比如 根据时间的长短 给它分为 全新 满月 一年 根据它的功能 又分为 直登 实名 站接 等等 所谓这个直登啊 就是用账号密码 直接登录啊 不需要回答 验证问题 方便 快接 所谓实名呢 就是使用个人信息 认证了的号码 可以收 发红包 可以转账 而站接的微信号呢 主要是用来营销 就通过一种功能 叫附近的人 来添加好友 达到推广的目的 时间功能不同 号码这个价格也各异啊 那种实名 两年以上的老号啊 一个就收两百多啊 这些买来的微信号 大多呢 都是用来干一些 不靠谱的事 你比如这个微信赌博 公众号刷流量 还有啊 甚至实时诈骗 你像去年五月啊 甘肃呢 就破获了一起 特大网络诈骗案 犯罪嫌疑人 就是利用微信啊 添加好友来卖茶叶 涉案金额呢 两百多万 不久前有一个短视频 很流行 说的是卖茶叶女的 这个故事啊 这个姑娘啊 跟你网恋 网恋半个月 等你买了茶叶呢 立马拉黑 把你踢走啊 你以为是纯情的卖茶女啊 结果啊 对方是抠脚大汉 类似套路 在微信诈骗中呢 就不断出现 那为啥买卖 微信号的行为 会日益泛滥呢 有专家就表示啊 利用买来的微信号 实施违法行为 就方便犯罪分子啊 逃脱 所以呢 这生意啊 很火爆 另外 有些人抱着侥幸的心理 认为号码放着 也是放着 自己啊 还主动在那卖号呢 要避免微信号买卖乱象 咱相关的平台 就需要加强监管啊 前不久啊 微信平台也做出了一个回应啊 对于此类行为 一旦发现 对号码进行梯度封锁处理 从根源来进化 微信的健康生态 另外呢 相关法律啊 也应该及时更进 对于买卖行为 要从严处理 买卖微信号 套用那句话 没有买卖 就没有伤害 好 接下来进入到板块 杂志标题 来看最新一期的 中国新闻周刊 文章标题 心理学教你如何脱单 刚刚过去这个元宵啊 号称是咱中国的 本土情人节 有人吐槽说 洋情人节也过了 本土情人节也过了 这么我还是个孤单一个人 杂志就告诉你啊 想要脱单啊 除了一点点小幸运 小缘分 还需要知识 心理学知识的帮助 首先我们来看一个词 叫曝光效应 它也叫多看效应 意思呢 就我们一般呢 会对比较熟悉的事物 产生好感 你越接触 越熟悉 就往往越喜欢 那日常生活当中 你见到某个人的次数越多 就觉得这个人呢 哎呦 面善啊 你见到自己熟悉的事物 就会由衷的 慢慢的喜欢 喜悦 舒心 基于这么一个原理 很多产品 他就喜欢通过短频快 这样的广告的轰炸 来打响他产品的知名度 来增加大众的熟悉度 还有啊 我们为什么总觉得 手机的自拍摄像头 拍出来的照片 要比本人要丑呢 那是因为自拍是反向成像的 我们平时看的比较多的 比较熟悉的 是另外一种方向的脸 所以呢 这种陌生感啊 会让你自己觉得 照片比本人要丑一些 杂志就说了 正是基于这么一个曝光原理 所以啊 你碰到喜欢的男神啊女神啊 你千万不要矜持 多在他面前晃 会一个脸熟 或许啊 这就是进一步发展的 一个良好基础 有了好的基础 那该怎么办呢 心理学还建议啊 带他去做一些 有点危险的事 比如蹦击啊 看恐怖片啊 去冒个险啊 因为喜欢一个人 一般的生理反应 往往是瞳孔放大 呼吸加快 心跳加速 而心理学呢 有一个著名的吊桥效应 说一个人在提心吊胆 过这个吊桥的那个瞬间啊 如果抬头看到了一个异性 这个时候是最容易产生感情的时候 因为在吊桥上提心吊胆 引起的心跳加速 会被误以为是看见了命中注定的 另一半才加速的 而缘分 往往就是从这个美丽的误会开始的 心理学脱单 要我说 这也算是通过心理学的有心 来换取爱情的真心 好 接下来进入到板块 杂志图片 荷兰一位建筑师 用表情包装饰了一栋大楼 显得是趣味十足 他就说了 古典建筑中啊 工匠使用威严的人或动物来装饰建筑 而现代最具代表性的人物符号 恰恰就是表情包 所以把这个表情包 弃在大楼上 就是希望几百年后人们看到它 会看出这是一座2019年的建筑 郑州动物园 一群袋鼠靠在暖气片旁边烤火 模样十分的可爱 又虐待喜感 为了防止烫伤 工作人员呢 特意在暖气片外 又包裹了一层薄薄的木板 让袋鼠能够安全取暖 您瞧这画面啊 这袋鼠啊 热足于考手收 争相挤占暖气片的黄金CV 有人调侃啊 这真是像极了南方人 第一次见到暖气啊 好 继续回来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压岁钱 每年春节啊 孩子都会收到这个长辈们给的压岁钱 收完了压岁钱 爸妈经常会说一句话啊 我先帮你存着啊 然后大多数情况下 这就没有然后了 这压岁钱存着存着 就不知道去哪了 你像最近啊 广州一对父子 就因为压岁钱这个归属问题啊 引发纠纷 那儿子呢 把那父亲给告了啊 这法官就认定 在法律上 压岁钱是孩子获得的赠予啊 是孩子自己的个人财产 这父亲呢 无权取走孩子的压岁钱 必须呢 连本带利 归还 这么一起 父子对不公堂的案件 就引发人们关于压岁钱的探导 其实这个长期以来啊 替孩子保管压岁钱 那是很多中国式父母 心造不宣的一个潜规则 由于担心孩子啊 缺乏自制力 乱花钱 所以父母呢 都会强制来为孩子做主啊 打着为你好的旗号 将孩子的压岁钱呢 全部收缴 甚至啊 有的父母认为啊 压岁钱 那是人情往来的一部分 虽然收钱的是孩子 但以前出钱的是我呀 所以压岁钱 应该由父母来随意支配 至于侵权还是不侵权 很多家长根本没这概念啊 专家就表示 父母作为监护人 他们只有保管孩子压岁钱的义务 而没有侵占和支配压岁钱的权利 很显然 挪用压岁钱这个做法呀 不仅是一种价值观念的走偏 更是一种违法侵权的行为啊 有人就认为啊 社会在发展 父母这个价值观呢 也应该与时俱进 你与其挪用压岁钱上面 再花心思 还不如帮助孩子 树立正确的理财观念 把管理使用这个压岁钱呢 当做一个财富教育的机会 比如为他建立一个 专属的银行账号 引导他进行简单的理财和保险投资 还有啊 鼓励孩子将压岁钱花在阅读啊 运动啊 等兴趣爱好上啊 培养健康的消费观念 孩子的压岁钱归属引发争议 要我说 这一方面是父母行为的侵权越位 另一方面啊 也是咱儿童理财教育的缺位 好 继续回来 前不久 浙江发布了公告 严禁学校使用APP来布置作业 原则上呢 要采用纸质作业 随着网络发展 APP走进校园 不少老师啊 都用它来布置作业 看似呢 借助了互联网的优势 增加了学习工具啊 但是到了实际操作过程上啊 并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 某些APP 它质量把关不严 学生使用的时候啊 难免受到一些网络游戏啊 商业广告的影响 就不利于学生的健康成长 另外 因为要用手机来做这个作业 不少孩子啊 他就有借口了 即便做完了作业 也捧着手机啊 不肯放手 趁机玩游戏啊 看视频啊 这对孩子的视力呢 也有不小的损害 而且 我们从这个便利性来说啊 一些作业APP啊 其实并不方便 不好用啊 特别是数理化 这公式方程很难输入 这同学啊 不得不一边用曹高纸手写计算 一边呢 再然后用这个APP来录录啊 麻烦得多 按照商家的说法 用APP布置作业啊 具备什么呢 即时上传 实时交互 还有大数据分析 这些个特点 但到了实际使用上啊 这些优点呢 未必能实现 你看 老师不可能一直在线 你不可能一直捧着这个APP检查作业 实时交互 那就是一个空话啊 而所谓的大数据分析呢 说是可以加强学生知识盲点的训练 恐怕呀 还不如一本手写的这个错题集更管用 那说到底呢 形形色色的APP进校园 这背后啊 是有利益推动的啊 学校热衷于让学生安装 也不过是收人钱财替人办事 这些个软件 终究它是要盈利的 最后买单的呢 是学生 是家长 至于能达到怎样一个教育的效果 真不敢说 去年底 教育部就下发通知 严禁有害APP进校园 大量违规APP呢 被下架 但是有记者发现啊 部分APP还在顶峰作案 换一个马甲继续上路 依然暗藏着游戏链接 设置了一些个付费的陷阱 而这一次 浙江 它采用的是比较彻底的方式啊 直接不允许你软件来布置作业 那就断了这些个念想啊 所以啊 有人表示啊 这个做法呀 也值得在其他地方来借鉴 要我说 禁用APP布置作业 那是还校园一片净土 好继续回来 前不久啊 浙江大学的一门课 引发人们关注 在这个课上啊 同学们是化身厨师 在那烤鸡翅 灌香肠 酿酸奶 还有冻这个冰激凌 简直呢 就是一个吃货的乐园 这门课的名字叫 动物产品加工实验 它涉及到乳 肉 蛋等方面的科学知识 采用上理论和实验的方式来开展 上课的时候 老师会介绍实验的流程 给出一个配方来示范机器操作 那同学呢 就按照老师给的配方制作 哎呦 即便是没有任何烹饪经验的小白 哎 做出来的食物呢 也是既有颜值又有口感啊 同学是不禁感叹 原来食品加工是一门科学 虽然上课的时候 同学可以尝遍美食 但这毕竟是一门严谨的专业课 所以食品加工原理 那是必不可少 比如讲到制作酸奶 老师呢 就要讲解牛奶的成分 每种成分的性质功能 为什么牛奶会变成泥胶样的酸奶 这背后都是满满的科学知识 老师就说了啊 喷饪学校主要考验厨师的技艺 食物做出来好吃就行了 但咱们这个不一样 咱们这个专业呀 不光要做的好吃 还要知道它为什么好吃 一边评美食 一边学知识 这样一个吃货客 真香 好 接下来看最新一期的 南方人物周刊 我们来介绍瑞茨 流动厨房 以前在这个乡村呢 村民摆这个宴席呢 那真是费力费心 得自己呢 烧这个十几桌的菜 现在有了这个流动厨房 那就不一样了 村民打个电话 就有农民厨师啊 带着这个满套的工具啊 置办酒席的工具 到你们家来 支帐篷 加锅罩 洗菜切菜 煎炒喷炸 帮忙操外你整个酒席 这流动厨房啊 给村民减轻了负担 他们只需要买好食材 那其他的呢 全交给厨师啊 你自己啊 轻轻松松 招待客人就行了 流动厨房 走窍乡村 和传统的风俗呢 有一定的关系 村民啊 有在家里 请客设宴的 这么一个习俗啊 而对农民厨师来说呢 这又是一个 增加收入的途径 当然了 对于流动厨房 也需要加强 食品安全的监管 涉及到食品安全 那是马虎不得呀 流动厨房 那就是把美味 带进到千家万户 好 继续来关注热点话题 前不久 国务院印发了 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 这方案呢 直面职业教育的困境和问题 推出了不少新政策 新规定 其中最受关注的呢 就是接下来这几年呢 将推动一大批本科院校 向这个应用型来转变 有专家就说了 这个政策 不仅为职业教育的未来 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 也为本科院校的发展 提供了新的机遇 说起来哈 不少这个本科院校 他并不太关注这个社会的发展 始终坚持精英教育的理念 按照学科的要求 而不是按照用人单位的要求 来培养学生 这就导致啊 学生一毕业就失业 越来越严重啊 要知道啊 从985到211 再到双一流 能够得到政策支持的高效 那毕竟是少数啊 大多数的本科院校 都面临资金匮乏 声援不足的问题 而这一次呢 方案提出 向应用型转变 其实就是给这些本科院校 指了一条新路 让他们通过职业教育 来获得差异化的发展 另外从学生啊 家长这个角度来看 经过这么多年的普及 高等教育 那已经深入人心 再加上如今的社会啊 它更看重学历 所以啊 年轻人普遍倾向于 选择本科院校 来接受高等教育 不太愿意选择高职啊 高专啊 接受这个职业教育 如果咱本科院校 往这个应用型来转变 那么就既满足到 他们这个学历的要求 又让他们获得 比较实用的职业技能 这样呢 就更好的适应社会 和用人单位的需求 还有啊 本科院校 向应用型转变 也有利于激发教师的潜力 你要这个方案呢 就鼓励 有条件的企业 和本科院校 合作职业教育 同时呢 完善两者之间 职工的相互兼职 兼薪的制度 这就为教师的发展 搭建了一个更好的平台 也有助于提高教师的收入 要我说呀 本科院校 向应用型转变 那是一举 多赢 好 来看最新一期的 外滩画报 文章标题 很想给今年的奥斯卡 颁一个多灾 多难奖 第91届奥斯卡颁奖典礼 将在2月24号来举行 前不久 主办方突然宣布了一个消息 说本届奥斯卡将有四个奖项 在颁奖典礼直播的广告时段来颁发 它们是最佳摄影 最佳剪辑 最佳化妆与发型 还有最佳真人短片 这个做法的目的呢 就是为了让颁奖典礼的时长 给它压缩一点 之前这个奥斯卡颁奖 这个时间呢 一般都三小时四十多分钟 而这么一压缩呢 就有可能压缩到三小时之内 这消息一出来 引发了激烈的探讨 很多知名的演员导演 包括摄影协会 纷纷表示反对 像今年奥斯卡的大热门 获得了十项提名的电影《罗马》 他的导演阿芳索卡龙 就说了 在电影的历史上 有些杰作 没有声音 没有色彩 没有故事 没有演员 没有音乐 但是 没有任何一部电影 可以没有摄影和剪辑 还有啊 去年的最佳影片 《水行物语》 他的导演 蒋尔默呢 也说了 摄影和剪辑 是电影艺术的核心 它们不是继承 自传统的戏剧和文学 它们就是电影本身啊 随后呢 知名导演李安洛兰 还有演员布拉德·皮特 乔治·克鲁尼等等 好几十个资深的电影人 都发表联名公开信 呼吁啊 要改变这个决定 信中就说了 将这些必不可少的电影公益 变为较低的地位 这无异于是一种侮辱 这个公开信一出来 主办方就扛不住了 就出来回应 说收回此前的决定 在听取各方意见后 将继续以传统的方式来颁奖 不进行改革了 事情到此呢 告一段落 但其实啊 这并不是本届奥斯卡 第一次卷入争议 你像去年八月 奥斯卡呢 就宣布要增设一个 最佳流行电影奖 结果呢 遭到了疯狂的吐槽 最后也是不得不取笑 还有啊 原本确认主持人 由凯文哈特来担任 但因为他之前一些个不当言论 被迫退出了奥斯卡 后来呢 就没有谁敢接这烫手的三玉 导致奥斯卡呀 将面临几十年以来 第一次没有主持人的窘境 最后主办方没办法 不得不邀请一系列的明星来串场 包括龙马海王 X教授 以及复仇者联盟 说起来 近些年奥斯卡颁奖里 这个收视率呢 也在下降啊 去年 又更是创下了最低的记录 主办方面临多方压力 势必呢 要改革啊 但更多的人就认为 改革不是随便的砍头去尾 强行压缩 而是要从观念开始改变 有专家分析啊 奥斯卡越来越不吸引人 那是因为 现如今世界变化太快 电影行业日新月异 奥斯卡经久不变的这个审美品味 让这个盛典呢 一直以来没有什么意外 九十高龄的奥斯卡 只负责提供权威 而不提供新鲜 那如何让古老的电影节 恢复它的生机呢 其实啊 这不只是奥斯卡的烦恼 它也是全世界各大电影节 共同的难题 今年奥斯卡面临种种波折 我们就希望啊 这只是一场好事多魔 好的 这就是今天的杂志天下 感谢收看杂志天下 读杂志观天下 杂志话题多 咱明天中午 接着说 节目最后 天下言论